雖然自己的介紹都是鹹的 妳要介紹的也是 最難忘的美食也是鹹的嗎 是甜的 有了... 在台灣嗎 在日本的京都 京都田區 那麼遠啊 怎麼去啊 那麼遠 在京都什麼地方 京都的那個 北野天蠻宮附近 北野天蠻宮 因為我非常喜歡紅豆的那個甜點 OK 對 它是賣紅豆的那個麻糬 紅豆麻糬 大福啊 紅豆大福 不像麻糬 就用紅豆來包起來的那個麻糬 對 外面 然後麻糬在裡面啊 在裡面 好特別喔 然後大麵糟是已經 三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超多人在排隊 就這樣子 辦三百年喔 對 然後大麵糟呢 一進去 但是紅豆 就非常嚴肅的氣氛 很嚴肅 對 因為那邊的那個 京都標有些 莫 莫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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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的莫 對 答嗎 不能講話 莫食 吃要講話 那連發出好吃的聲音都不行 莫食啦 請你默默的吃啦 對 莫食啦 吃到很感動也不能 對 出聲也不行 對 也不行對不對 就是兩個黑衣人把你架出去 這樣子 對 發出黑衣人 我就被架出去 然後被架出去 我有帶影片給大家看 有影片 對 莫食 台湾ウォッド的陰謀 他一直在買的京都新鮮的店 好軟喔 好軟喔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太好了 想像快的口味 きな粉的方向期待大 好吃的 什麼東西出來了 好軟喔 老公吃你的 我最重要的 你又不能講話 最後的二口 你又不能講話 你又不能講話 都給我 好可愛喔 這個是放閃吧 其實 不是 你這個影片太可愛了吧 不是 因為我非常深淨 因為我一直很期待吃那個 然後我免費點 一個東西 一套 那老公 不能加點嗎 不能加點 因為人家很多在排隊 所以 一人 一人一個 對 然後老公先吃完嘛 我慢慢吃 那 最後一口被老公吃 吃什麼 後來出店家的時候 有吵架嗎 我當時才要罵他 妳這樣 妳這樣太誇張了啦 你們有離婚嗎 沒有 在外面 其實大家還在 老公有在 在現場 我想直接罵他 但是莫食嘛 莫食 是要你不能講話 他吃定你 要這樣你不能講話 想要罵他都不行 不然 對 念念不忘 對 一直閃 看來好像滿厲害 是它裡面很細對不對 那個麻糬是很新鮮的 所以鬆鬆軟軟的 吃起來很非常酸口 它感覺是像起司一樣可以牽 對 像起司一樣 真的 這個比較像 軟餡 是軟的喔 對 然後裡面 一粒一點點的小米 就吃得有一點點口感 有口感的 所以它叫麗餅嘛 對 非常好 介紹不錯喔 是 王好平壓力大喔 來喔 我先補充一個 我覺得說你剛剛講說 紅豆沙在外面 然後裡面是麻糬的嘛 在那個日本伊士 伊士那個地方 也有一個類似 叫 赤福阿卡夫菇 它是外面真的是紅豆沙 然後裡面包的是麻糬 可是這個東西 我每次跟人家講說 你咬下去的時候 吃到紅豆你很甜很甜 然後中間麻糬那個口感很特別 想要推薦給別人都沒有辦法 因為它只能放三天 你買了之後 你隔天就要麻糬吃 因為它外面那層次很容易 就是可能放酒會壞掉的 沒有防腐劑 你一定要到日本當地 才吃得到那個東西 但是我今天要講說 我一生難忘的日本甜點的話 我講那個抹茶糰子 就抹茶糰子一般都 添起來很普通嘛 可是我當時常常在抹茶糰子 有失戀的滋味 為什麼 因為我剛退伍 2017剛退伍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 跑去日本跑了幾天 然後待在那個京都 我住在京都的時候 在民宿就有遇到一個女生 我就覺得很漂亮 在交易廳遇到的 我出門前遇到 回到家 回到房間 在門口又遇到 我想說 緣分 對 就是她 不是鬼 不是鬼啦 真的活著啦 出門前遇見 回到家 她在那邊 對 就住同一個民宿啊 住同一個民宿啊 民宿這麼可怕 長得很像那個 有一個日本寫真女星 叫 長得很漂亮 我們沒有在看 寫真女星 我們沒有在追蹤 因為當時我喜歡看一個日劇 還有在裡面演 然後我想這個長得好像 然後我就上前搭訕 一開始要用日文啊 英文這樣交錯 結果聊了半天發現 太好了 是台灣人 剛剛好 千里英元一線千 而且他不認識我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一下要狂言一番 對 沒有 就是一個比較 文青的行程啦 我們就跟他聊 我們就發現隔天 都要去京都玩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 當天就到清水寺那邊 晃晃啊 散步啊 拜拜 求個 戀愛御守之類的 沿途那甚至那種老闆 還說你們兩個是 咳伯 咳伯 這樣子 我就不是 拉布拉布 拉布拉布 不是不是耶 中間我就覺得 好不容易退伍完之後 有一種那個戀愛的 小小的情鬥初開的悸動 結果下午說 我們不是要去宇治嗎 在車站的時候 要去宇治吃抹茶豚子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起來 我朋友在日本 然後他剛跟我講說 傍晚的時候 我們要約碰面 那要不然我們在這邊 先分開走好了 我說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結果我就人到了宇治 到了我想要去吃的 那間抹茶豚子的店的時候 我坐下來 然後我就滑滑手機 看到 因為我們前一天 有交換聯絡方式 看到他社群網站 他發了一個線洞 他寫了說 一個人的旅行真好 然後就發了線洞 他在餐廳吃那種 丼飯之類的 他沒有要找朋友 他自己一個人跑去那裡 他只是想跟你分開而已 他只想要跟我離開 分道揚鑣 然後我當天在那邊 吃那個抹茶豚子 吃的是甜在嘴裡 但是苦在心裡 我覺得那失戀的感覺 就是天下二度傷害 一種心酸的浪漫 但我覺得他真的 自己想太多了 你要知道黃豪兵剛推舞啊 他敘事待發 他找一個鼓勵全開的人 他前一個 他第一個女朋友是冰店的 對 所以他那時候是帶著傷心 在當冰的 很多悸動在心裡面 你這樣準備噴發耳機 對 準備爆發 你吃了那個東西 你就覺得是失戀的感覺 對 當下其實那個糰子 它那個很特別喔 它的糰子是三種不同顏色的 它的深度 淺的那個抹茶味道淡淡的 然後深一點 越來越濃 它外面層 有一點糖霜亮亮的感覺 所以吃下去其實 有內餡嗎 我當時記得是 沒有內餡... 它就是一般面的它吃 它只記得 它吃麵的感覺 它一直在被放鴿子 環子是甜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一股鹹味 原來是淚水 是淚 是眼淚 我家的眼淚 有畫面... 對 現在很幸福啦 現在幸福... 幸福啊 穩定吧 現在 很穩定 對方也是愛吃甜食的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跟他搶眼睛朋友 講過啊 他知道 他知道 最一開始就是他在節目上爆料的 一集講姓 一集講明 然後人家拼在一起 就知道是誰了 你知道我們誠哥口風不緊的 對... 他是好人 他聽到什麼他就... 他就摔出手 放屁啦 我的口風比我手頭還要緊 你手頭超重的 對... 少阿妹來 很特別的來賓 對 我這樣 你這個吃 除了吃飽甜肚子 你對東西有感覺嗎 有講究嗎 我還是會好好感受到它的味道 你有感受 我有好好感受 你都用吞的耶 沒有 我有慢慢細細品嘗 你吃東西跟鱷魚差不多啊 速度快一點點 但是要好好的品嘗 有品嘗 對... 難忘的美食 小點心是什麼 對 所以我加這個甜點就是呢 可以治療破碎的心 而且也不用出國的那一種 一桶 這樣 一桶冰淇淋 類似喔 類似 類似 因為我從小都很愛吃布丁類的東西 我會喜歡那個很鼓勵 又滑順的口感 但是呢 因為 然後都很小嘛 對 然後後來每次去那種 吃到咖啡 你拿八個十個布丁 你都有羞恥心的有沒有 後來發現怎麼沒有做那種大布丁 就剛剛有一次 我們就出外景的時候呢 我終於找到此生那種 人生大富翁 因為它是一般布丁的十倍大 哇 有 大布丁 是古早味的 真的耶 上面是鮮奶油 店裡也有賣這種小的 他們是冰淇淋 店裡面也有賣小的 那一盆人點 對 一個小的多少錢 沒有到一百 那大的有到兩百嗎 大的話 上次要特別的預定 因為有超過兩百 超過兩百 因為它是十倍大 然後上面是一坨 它是一整坨的冰淇淋在上面 還有淋醬耶 對 然後配上他們家那邊 自己做的那個焦糖的醬汁 焦糖醬 但它本身 它的布丁 本身味道不會太甜 但是味道很濃郁 因為它是八顆雞蛋 跟很多的牛奶 是 所以味道很濃 然後配上他們家自製的 那個焦糖 可以增加一點甜味 然後再弄點冰淇淋 可以解膩 香氣 這個難忘 很少見 對 而且在台灣就吃得到